李连杰,中国著名武术明星,号称华山一杰 曾是国家一级演员 曾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美国奥斯卡金像奖、金马奖、台湾金马奖 釜山国际电影节等多项国际大奖 李连杰出身于江苏省聚荣市 祖籍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 曾就读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表演系 毕业后投身影视表演事业 1986年,他在电视剧《少林寺》中饰演武僧英雄李连杰 一举成名被誉为武林英雄 开始了他的武术明星之路 李连杰拥有非常出色的武术记忆 他的武术记忆包括太极拳 少林拳、空手道、台拳道、散打、永春拳、蛇行拳、鹤行拳等 他擅长的武术招式更是数不甚数 曾被誉为武林之王 李连杰的影视作品也非常出色 他曾主演的电影有 《黄飞红少林英雄拳》 《武装元素起儿》 《英雄本色》 《英雄以偏图王记》 《黄飞红之英雄有梦》 《英雄本色2》 《英雄本色3》 《黄飞红之英雄无敌》等 他的作品不仅在国内广受好评 而且在海外也享有甚欲 被誉为中国电影影坛最受欢迎的英雄型影星 李连杰还曾多次参加国际武术比赛 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他曾获得世界武术大师称号 并被国际武术界联合会授予 国际武术大师称号 是中国武术界的楷模 李连杰还曾多次参加国际慈善活动 慷慨捐献 为慈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曾多次捐赠慈善机构 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捐赠了学习用品 体育用品文化用品等受到了广泛好评 李连杰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武术明星 他凭借出色的武术技艺和出色的影视作品 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 并被誉为中国电影影坛最受欢迎的英雄型影星 他也是一位慷慨大方的慈善家 多次参加国际慈善活动 为慈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